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吞 就是一下子吃很多的东西 吞 枣 好 这个就是枣 红枣 葫芦吞枣 我们会一句一句地讲一下这个故事 然后我会读一遍故事没有拼音 最后我们会回答几个问题 好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相传 古时候有个老先生 教了很多学生 相传 古时候有个老先生 教了很多学生 好 那相传 相传 我们一般会放在一句话的开始 比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相传 这个寺庙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 相传 这个寺庙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 好 那相传古时候 古时候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古时候 有个老先生 有一个老先生 好 这个一没有说 有个老先生 有一个老先生 好 先生 在这里是老师的意思 有一个老先生 教了很多学生 老师教学生 好 这个老先生呢 他教了很多的学生 好 相传 古时候 有个老先生 教了很多学生 一天 刻余时间 一天 刻余时间 好 一天就是有一天 有一天 刻余时间 好 刻余 刻余 就是下课以后休息的那段时间 好 刻余时间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刻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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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刻余时间 他们常常一起去打球 在刻余时间 他们常常一起去打球 一天 刻余时间 有一位学生 拿出新鲜的梨和红枣 吃起来 有一位学生 拿出新鲜的梨和红枣 吃起来 好 有一位学生 好 有一位学生 就是有一个学生 拿出新鲜的梨和红枣 新鲜 非常的新鲜 梨和红枣 好 这个就是梨 这个是红枣 吃起来 好 起来 放在吃的后边 意思是说 开始吃 我们也可以说 开始吃起来 有一位学生 拿出新鲜的梨和红枣 吃起来 这时 先生家里 来了一位客人 这时 先生家里 来了一位客人 好 这时 就是这个时候 这时 在刻余时间 先生家里 好 这个先生 我们说了是老师的意思 好 先生家里 来了一位客人 客人 这位客人 是个医生 这位客人 是个医生 好 那这位客人 也是这个客人的意思 是个医生 是一个医生 这个医 也可以不说 好 这位客人 是个医生 他看到这位学生 不停地吃着梨和红枣 就劝这位学生说 他看到这位学生 不停地吃着梨和红枣 就劝这位学生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是这位老先生的客人 这位医生 他看到这位学生 不停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不停 不停就是不停止 一直一直在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不停 不停 外面的雨 在不停地下 外面的雨 在不停地下 就是一直在下 这位学生 这位学生 不停地吃着梨和红枣 就劝这位学生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劝 劝 好 我们一般会说 劝谁做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劝 劝 大家都劝他 应该多休息 大家都劝他 应该多休息 好 劝 劝谁 做什么 好 所以大家都劝他 应该多休息 劝这位学生说 好 所以就是这位客人 他劝这位学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劝学生说 他说了什么 虽然梨有益于牙齿 但吃多了 却会伤脾 好 虽然 我们看到这句话是 虽然 但 但就是但是的意思 虽然 但是 好 虽然梨 有益于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益于 A 有益于B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有益于 有益于 每天锻炼 有益于身体健康 每天锻炼 有益于身体健康 虽然梨有益于牙齿 好 就是吃梨 对牙齿有好处 但 但是 吃多了 吃梨吃很多 但是吃很多梨 却会伤脾 却就是 可是的意思 但是 却会伤脾 伤就是伤害 伤害脾 好 虽然梨 有益于牙齿 但吃多了 却会伤脾 红枣是有益于皮 可是吃多了 会损坏牙齿 红枣是有益于皮 可是吃多了 会损坏牙齿 好 红枣 有益于皮 好 是有益于皮 是 在这里 在这里这个是 是虽然的意思 虽然红枣 有益于皮 或者强调说 这个红枣是有益于皮 可是吃多了 会损坏牙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损坏 损坏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损坏 她的眼镜 不小心掉到地上 损坏了 她的眼镜 不小心掉到地上 损坏了 红枣是有益于皮 可是吃多了 会损坏牙齿 这位学生 听了医生说的话 想了想 说 这位学生 听了医生说的话 想了想 说 那我吃梨的时候 光嚼不厌 这样就伤不到 我的皮了 那我吃梨的时候 光嚼不厌 这样就伤不到 我的皮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 那我吃梨的时候 好 那就是那么 那么 我吃梨的时候 光嚼不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光 光 好 光在这里 是指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光 光 他光玩 不做作业 他光玩 不做作业 好 在光的后边 我们会放一个动词 好 他光玩 不做作业 就是他只是在玩 光嚼不厌 好 光就是指 嚼 嚼就是 食物在嘴里 我们把它嚼碎 嚼 好 光嚼 不厌 厌就是吃下去 好 光嚼不厌 只是吃 但是不厌下去 这样就伤不到 我的皮了 吃红枣 就整个吞下去 不嚼了 就伤不到 就伤不到我的牙齿了 吃红枣 就整个吞下去 不嚼了 就伤不到我的牙齿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吃红枣 就整个吞下去 好 整个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整个 整个 他们整个夏天 都在海边度假 他们整个夏天 都在海边度假 就整个吞下去 在这里就是整个吃下去 不嚼了 嚼 就伤不到我的牙齿了 这位客人听了说 这位客人听了说 好 这位客人听了说 听 在这里就是听到 听到这位学生说的话 这位客人听了说 他说道 你整个一个葫芦吞枣啊 你整个一个葫芦吞枣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里的整个 我们刚才说过整个 在这里呢 我们加一个儿 整个 整个 是这个意思 表示非常的简单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整个 整个 这个过程 整个就像在玩一样 很简单 这个过程 整个就像在玩一样 很简单 葫芦吞枣 比喻 学习或处理事情时 不加思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葫芦吞枣 比喻 比喻 好 就是 是的意思 好 葫芦吞枣 是什么意思呢 是学习或处理事情时 这个或就是 或者 学习或者 处理事情时 时就是 得时候 在我们学习 或者处理事情的时候 不加思考 不加思考 不加就是 不的意思 不思考 思考就是 想一想 葫芦吞枣 比喻 学习或处理事情时 不加思考 没有仔细分辨 和消化 没有仔细分辨 和消化 好 没有仔细分辨 分辨 好 那现在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分辨 分辨 我们很难 分辨这两种颜色的区别 我们很难 分辨这两种颜色的区别 好 那区别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很难 分辨 看出来 这两种颜色的区别 没有仔细分辨 和消化 我们学习知识时 不能葫芦吞枣 我们学习知识时 不能葫芦吞枣 好 所以呢 我们在学习知识时 这个时就是得时候 我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 不能葫芦吞枣 我们不要葫芦吞枣 或者 首先 我们需要把要学的知识 理解清楚 首先 首先 我们需要把要学的知识 理解清楚 好 首先 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 首先 我们需要把要学的知识 理解清楚 理解 理解 就是了解 知道 要懂 我们要学的知识 然后 再认真的 去掌握它 然后 再认真的 去掌握它 好 那这个就是 葫芦吞枣的故事 希望你听懂了 这个故事 好 那现在 我来读一遍故事 没有拼音 葫芦吞枣 相传 古时候 有个老先生 教了很多学生 一天 课余时间 有一位学生 拿出新鲜的梨 和红枣 吃起来 这时 先生家里 来了一位客人 这位客人 是个医生 他看到 这位学生 不停地 吃着梨 和红枣 就劝 这位学生 说 虽然 梨 有益于牙齿 但吃多了 却会伤脾 红枣 是有益于脾 可是吃多了 会损坏牙齿 这位学生 听了医生 说的 这位学生 想了想 说 那我吃梨的时候 光嚼不厌 这样 就伤不到 我的皮了 吃红枣 就整个 吞下去 不嚼了 就伤不到 我的牙齿了 这位客人 听了 说 你整个一个 葫芦吞枣啊 葫芦吞枣 比喻 学习 或处理事情时 不加思考 没有仔细分辨 和消化 我们学习知识时 不能 葫芦吞枣 首先 我们需要 把要学的知识 理解清楚 然后 再认真的 去掌握它 好 那现在 我们来回答 几个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 这位客人 是做什么的 这位客人 是做什么的 对了 这位客人 是一位医生 这位客人 是一位医生 好 第二个问题 梨 有益于牙齿 可是吃多了 会伤什么 梨 有益于牙齿 可是吃多了 会伤什么 对了 梨 有益于牙齿 可是吃多了 会伤脾 吃多了 会伤脾 好 那第三个问题 红枣 红枣 有益于皮 但是吃多了 会损坏什么 红枣 有益于皮 可是吃多了 会损坏什么 对了 红枣 有益于皮 但是吃多了 会损坏牙齿 吃多了 吃多了 会损坏牙齿 好 第四个问题 这位学生喜欢吃梨和枣 他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学生喜欢吃梨和枣 他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吃梨 或者吃红枣 吃多了 会伤脾和牙齿 那他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吃梨的时候 光嚼不厌 吃红枣的时候 整个吞下去 不嚼了 他打算 吃梨的时候 光嚼不厌 吃红枣的时候 整个吞下去 不嚼了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这样解决问题 好吗 你觉得这位学生 打算这样解决问题 好不好 对了 这整个是 胡伦吞枣 这整个是 胡伦吞枣 好 那胡伦吞枣 也是一个成语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 是一个成语故事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 也听懂了这个故事 好 那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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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